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作为2024年新加坡大满贯最忙碌的选手 大头王楚清是国平阵中唯一身兼三项的选手 其中混双和男双都不负众望杀入到了决赛 但是何在何孙颖沙未免混双冠军后 大头在男双决赛表现不佳 输给了马龙和林高远 错失了冲击三贯王的希望 稍作修整之后 王楚清在这一个比赛日又迎来了蓝丹半决赛的考验 对决进步神速的法国超新星艾弗勒布伦 从二人的技术全面性和综合能力来看 大头的优势明显 而且过往的两次直接对话 也都是王楚清笑到了最后 这也是球迷看好他晋级前景的原因 比赛开打之后 王楚清用艾弗勒布伦最擅长的快节奏攻防和对手周旋 并且打出了质量更高的进攻 最终大比分4比1获胜 昂首闯入到了男单决赛的舞台 第一局众所周知 艾弗勒布伦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乱中取胜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不过王楚清在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却打得比对手更快 双方几乎没有多拍相持 大头在自己的发球局坚决抢攻 而在艾弗勒布伦的发球局也通过高质量的空短 然后寻找机会直接侧身 残暴的王楚清走对手的路 让对手无路可走 轻松以11比2取得了开门红 第二局首局大比分溃败 并没有影响艾弗勒布伦的信心 第二局他继续提升自己前三板的速度 开局也如愿以4比1压制住了王楚清 并且一鼓作气 以11比7将大比分扳平 第三局通过前两局比赛 可以明显看出来 打出好开局的一方 就能够掌握住主动权 第三局王楚清 还是和对手拼速度和节奏 一上来就以3比1压制住了 F勒布伦 尽管后者在乱战中 也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 一度扳平比分 但大头没有给对手逆转的机会 以11比4再次取得大比分的领先 第四局 在第四局 两名选手还是继续在前三板死客 不过单板质量明显更高的王楚清 总是能够率先创造出上手的机会 开局阶段也如愿取得了3比1的领先 眼看重归重局抢节奏 抢不过大头的F勒布伦 开始疯狂地搏杀 在机会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 强行出手 让他的失误开始飙升 这也让王楚清牢牢掌控着主动拳 轻松以11比6获胜 率先进入到了自己的赛点局 第五局不能再输的 F勒布伦 在第五局 完全放下了胜负的心理包袱 就是一门心思去搏杀 坚决地出手 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开局3比1压制住了大头 不过王楚清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在轰出一波得分高潮后 抹平分差并且打停了对手 重新回到赛场 王楚清也死死压制着对手 以11比8锁定了胜局 在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中 梁敬坤苦战六局 击败了林云如 随着王楚清的获胜 本赛季新加坡大满贯的南单决赛 也成为了国拼的得比战 大胖和大头将为冠军进行巅峰对决 此外 北京时间3月16日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女单半决赛 王满玉4比1击败陈梦 杀进决赛 王满玉冲击奥运会 赢来利好 赛后王满玉表示 自己在关键分打得更坚决 这场比赛第一局 王满玉遭到了陈梦大逆转 他一度6比1领先 并且10比8领先 但是遭到陈梦决定逆转 王满玉毕竟也是奥运冠军 他及时调整好了心态 第二局11比8获胜 第三局11比9获胜 第四局又是11比9获胜 王满玉3比1领先之后 气势如虹 而陈梦状态下滑 15增多 王满玉再接再厉 11比4胜出 王满玉随后在接受采访时 揭秘自己击败陈梦的原因 我觉得今天两个人发挥都不错吧 然后觉得今天自己的心态还是比较好 也是抱着去拼梦姐的态度 取力争每一分 今天虽然是4比1 但基本上每一局都达到关键分了 我在关键分上还是比较坚决吧 王满玉说道 对于自己在第一局领先被逆转 他也进行了解释第一局自己打得还不错 6比1 到了局末也是10比7领先 我觉得自己在10比8后两个发球 没有处理好 第一局领先情况下 输掉比赛 告诉自己没关系 还有很多局 所以要做好当下 不要去受影响 王满玉如今女双和女单都杀进决赛 其中双打要和陈梦联手冲击冠军 王满玉表示 先打好今天晚上的女双决赛 对于明天的女单决赛 还是做好自己 继续全力以赴去拼吧 由于王亦迪近期输掉外战比较多 国平教练组直接将王亦迪 排除在巴黎奥运会女单选拔之外了 现在就是孙颖莎 陈梦和王满玉竞争奥运女单名额 而且他们大概率都会入选女团名单 毕竟女团比赛更要参考外战表现 而王亦迪这一项太吃亏 王满玉淘汰陈梦杀进决赛 在奥运选拔积分上 将缩小和陈梦之间的差距 女单二号选拔悬念增加了 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对阵已经出炉 王满玉和王亦迪上演双王对决 双方将争夺本届赛事的女单最高荣誉 半决赛期间 王满玉4比1击败陈梦 王亦迪4比0横扫队友陈兴桐 首度闯入大满贯的女单决赛 比赛结束之后 王亦迪接受采访 他展望决赛对阵王满玉的时候非常低调 表示决赛面对王满玉会放平心态 向对手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王亦迪出战女单半决赛之前 传出了李笋对于国平奥运会选拔规则的解读 直接就宣判了王亦迪无怨奥运会的女单名额 称孙颖莎 陈梦和王满玉之间寄请三选二 王亦迪虽然排名国平奥运积分第三名 领先王满玉 李笋称 王亦迪在德班士冰赛 杭州亚运会等赛事输给国平的主要竞争对手 所以提前无怨巴黎奥运会的女子单打资格 孙颖莎希望极大 陈梦和王满玉二选一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亦迪无怨奥运会女单 然后出展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子单打半决赛 她顶住压力 成功拿下胜利 而国平对于奥运会选拔规则的临时修改 宣判王亦迪提前无怨女单奥运会资格的行为 也引发争议 称按照之前国平的选拔规则 王亦迪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毕竟他排名第三 仅次于孙颖莎和陈梦 力压王曼玉 而且距离陈梦的差距很小 结果进入到冲刺阶段 规则修改 引入了输外国选手扣分的要求 所以李笋等人被录制 称还不如提前公布名单 省得总修改规则 王亦迪确实近期多次输给外国选手 本身进入到奥运会女单的希望不算大 但临时修改规则和提前宣判王亦迪出局的行为 才是外界反感的地方 如今王亦迪晋级到女单决赛 他夺冠的呼声倍增 不少球迷表示支持王亦迪 希望他可以在决赛祭败王曼玉 从而证明自己的实力